開學第一天 全國第一所網路高中 台北市立數位實驗高中 首屆40位學生一早來到花博徵宴館進行開學典禮 教育局長曾燦金也到場勉勵學生 並為學生開講第一堂課 城市教育導覽課程 這種學校當然有很多的特色 那很重要就是兩個重要元素 一方面又是強調資訊科技應用就是智慧交易 同時它也是實驗交易 當然每個人都有多元智慧 美國的學者 莫華德 我們大德納 提倡的這個多元智慧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優勢的智慧 多元智慧之外 更重要就是找到你的優勢智慧在哪裡 然後透過你的優勢智慧 再帶動其他智慧的發展 那這是一所很重要的學校 也是要引引各位去探索個人 也探索你的未來的想像 所以我們的學習基地不再像傳統在學校的儀堂 在學校的操場去做開學給你 我們選擇不一樣的時間跟空間 所以我們學習的基地是整座台北市 是整個地球都是我們學習的空間 所以各位期待在這個地方能夠來探索自己 然後想像未來 再強調制止學習 之餘很重要的是要自律 也就是說個人的學習要為個人做負責 所以我想我們大概有七層是線上的課程 但是也有三層是私底課程 為什麼 我們人體的關係也要互動 我們也希望透過社團的活動 能夠來更深入的探索自己的興趣 跟專長在哪裡 那這些要透過私底課程 大家互相的 所以我想 祈願大家住屬學習很重要 還是要自律 那更重要的是各位要放眼未來 除了學習力之外 很重要就是你要有社會力 也就是說我的人際關係 我的溝通 這個EQ 也是很重要的學習力管道 數位實驗高中代理校長陳志遠表示 這所學校的學習場域不會侷限在教室 更不只是在校園 未來整個台北市都是學習舞台 而開學典禮中代表致詞的陳同學 也表達對未來高中生活的期許 我們在這裡 進行我們新的學習階段的開始 有它的意義 因為同學的學習的場域 不會只有侷限在教室 更不是只有侷限在校園 整個城市都是你們學習的場域 整個台北市也都是你們能夠開展才華的舞台 這一所學校得到非常多 非常多教育界 包括我們市政府長官的幫助 以及祝福 那在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能夠突破很多的困難 成立了一所新型態的高中 那在這裡 校長年齡同學 就是不怕辛苦挑戰困難 是第一屆數位實驗高中學生 應該具備的特質 我相信你們當初願意來報考這個學校 至少已經做好了勇敢這樣的準備 因為我們看待的是為台灣 培養未來20年的人才 而不會只有看待你們短期的 一些成績的高低 你們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上天所賦予的禮物 校長一直這樣深信著 你們帶著自己的天賦而來 有自己的理想要往前邁進 不論它是什麼 我們所有的老師 都會給予你們最強力的支持 很多關心教育界的好朋友 一直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同學們的成長跟學習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會充分運用到資訊科技 那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也會充分跟你的夥伴相互的合作 在這一個城市的各個角落 去看到需要我們去解決的問題 人的學習就是這樣 除了自己的自我成長 一定也要好好的 去幫助你心目中重要的他人 那這種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也是我們數位實驗高中 非常強調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過 《Mother 多重宇宙》這部電影 此電影的英文名稱為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Everything 一切不可能 皆為可能 Everywhere 從 從視而不見到真心看見 All at once 十 宇宙萬物 皆在我們此刻一面 很多時候 事情接種而來 我們無法確定 我們當下所做的 所有選擇 都是最正確的 但是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中 有三個特色 讓我們鼓起勇氣 做出了共同的選擇 第一個 有些同學們已經具備了 已經想好了未來的方向 像我想要走音樂 有些同學想要走 體育甚至服裝設計等等 我們覺得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中 具有彈性與自由 可以讓我們盡情發揮我們的天賦 第二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有許多同學 希望能擁有 更廣闊友善的學校 能進行學習探索 可以準備好 迎接未來的挑戰 而臺北市數位實驗高中 提供了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們來了 還有些同學 可能還會找到自己 確切的方向 雖然選擇很多 但不想盲目前進 我們覺得 台北市數位實驗高中 可以幫助到我們 所以我們也來了 每天太陽都會依然的升起 我們也要依著自己的決定 活下去 在許多人眼裡 我們的選擇 是一場主局 我們或許可以成功 可以不負外界期待 或許是在遠地打轉 未來是未知的 但我確定 我們會持續嘗試 持續前進 從現在開始 也就是開始的第一天 我們要學習真誠真摯的面對 生活中的每個人 調整 調整生活中最極為的原子習慣 刻意練習 讓技能更犀利的專精 此時此刻 此生此事 所有的可能 都有其原因 想要怎麼樣的人生 在我們的一面之間 我們相信 我們會是那個 創造的一種 讓一些可能發生的人 敬大家 典禮中 教育局長曾燦金 還頒發行動教學載具 給學校師生 響應台北市智慧教育 一身一平板 一師一載具的政策 向曾學校善用數位工具 進行課堂教學 與資源探索的特色 記者林錫會 台北報導 教育局長